我们看一下它的硬度 硬度特别硬 大家好,我是杜克 房子常见的问题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屋顶落水以及地下室渗水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就是地面不水平 这种问题一般在老房子里面比较常见 很多是因为地基沉降而造成的 但是近些年来 一些新房也出现地面不水平的问题 现在水公室是水平的 看一下底下这个框 这只是四尺的距离 我参观过一些刚建完的新房 从门口到外墙 十几尺的近身 一个房间内能差一两英寸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种问题为什么会发生 以及一种快捷而简单的施工方法 一般情况下 层高八尺九尺十尺 用的都是标准的木材 来做结构墙 长度是一样的 不需要进行切割 跟大积木一样 盯上去就行 既然外墙木材 这个长度是一样的 那么地面怎么会不平呢 主要原因就是 混凝土基础墙做的不平 基础墙不平 如果不找平 地面就很难做到水平 建房做混凝土 即便是好的混凝土队伍 施工也难免会出插床 毕竟独立屋交错混凝土 一般是大半天的活 十几个工人 忙碌的施工 灌车连续作业 一次交错 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失误 这个误差也很难避免 混凝土基础墙如果是做高了 会导致这个标高超了 会影响练书 需要把高出去的部分切掉 如果是做低了 则虚然捕上来 一些好的混凝土队伍 可以做到房子一圈 基础墙的高低差 不超过四分之一英寸 而且表面十分平整 如果遇到这样的队伍 木工和外墙师傅 干起来就很轻松了 做完每一层的楼面 也都会很平整 但是如果一圈的混凝土基础墙 高低差差个一两寸 完工的表面还凹凸不平 对于木工师傅和外墙师傅来说 接下来的施工就会很头疼 如果遇到负责任的木工师傅 在起结构的时候 他们会对一层的楼面 整体进行水平调整 这样可以确保 这个楼面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但是如果遇到干活糊弄的木工师傅 人家不管你的混凝土基础墙做的咋样 水平不水平 结构跟着基础走 最后就会出现 这个室内地面高低不平 你放一个小球 它都能自己滚走 木检在多伦多市面上 不注重调整水平的队伍还挺多 大家如果看open house 随身带一个小球 往地上一放 小球如果自己能滚起来 这就说明它这个地面的问题很明显了 有的新房子 你这个拖了鞋走上去以后 脚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上坡 这就说明这个坡多就更大了 如果遇到基础墙做低了 不平整 大家一般都是怎么来做的呢 我专门采访了三个 在多伦多做了七到十年的frame 我们看他们是怎么来说的 不是完美的水平 所以你怎么做的呢 我们把我们的桌子放在桌子 从我们的桌子 从我们的桌子放在桌子 从我们的桌子放在桌子 所以它就会比较好 它就会比较坏的 对 它就会比较坏的 如果它就会比较坏的 就会比较坏的 然后就会比较坏的 所以你第一次建立坏的桌子 对 然后你把桌子放在桌子上 然后你把桌子放在桌子上 所以我们常常缺乏 什么缺乏的 所以它会有不同的 所以你还是要用在桌子上 缺乏的缺乏的 如果说做低了 低了好几尺 一般工地上的项目负责人 会要求混凝土的施工队伍 把做低的部分再补齐 但是如果只是做低了半寸 一寸或者两寸 那就很尴尬了 因为正常的混凝土 里边有湿籽 想加上薄薄的一层很难 何况新旧的混凝土结合 那么薄 基本上做完了也不一定结实 因此剩下的这个枣瓶工作 一般就交给木工了 木工有的用二乘六的这个木方 有的用快物的 还有用木箱子来进行整体的枣瓶 混凝土墙不水平的问题很常见 几乎每个frame都遇到过 有的会选大约号的Rim Joyce 然后进行切割来枣瓶 有的用木箱子来枣瓶 还有的用铁箱子 或者血松的箱子来枣瓶 底下再塞这个膨胀水移 还有一些木工 直接就给这个混凝土 施工地固指出来 让它们修复好 目前来说 根据高低差不同 用木方 Plywood 真是小的这个密枫来枣瓶 还是很常见的 在我们开始墙之前 把泰白全都已经包上来了 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做一个调平 我们会把每个房子的corner都调平了 调平了之后 在corner跟corner之间 我们需要拉一条线 拉条线去检查这个水平 现在看的样子 还要再上来半分左右 这个foundation其实不怎么样 非常的out of level 所以你看到我们下面都会 为了调平这个floor 会把这些 我们叫做shim这样的放上去 去把这个floor给调平了 一些好的木工师傅 他调整完水平以后 就会告诉项目的负责人 去安排混凝土师傅填膨胀水泥 把这个缝隙给填十 但是往里边塞水泥是很难的 因为一般基础上的厚度是十寸左右 当你把木枣的往里一塞 楼面开去了以后 这个缝隙比较小 往里边填水泥的难度很大 即便是能填进去 也跟这个气砖勾缝一样 只是表面薄薄的一层 很难做到十英寸这个深度囊都填进去 而实际上有多少的工地 会往这个缝隙里面塞水泥呢 这些干了七到十年的木工师傅 从来就没有见过有人这么做 那么不做会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你时间久了以后 这个木枣的它很容易被压扁 你想想看啊 移动房子本来所有的这个重量 它是平均压在bottom plate 这个二乘六的这个木方上 你用这个木枣的塞在底下 相当于把很多的这个重量 集中在这几个点上 时间久了 这个木头的这个枣子呢 就会被压碎 这样整体呢就很难水平了 我看过一篇关于这个房屋检查的 他们在报告中就指出来 时间久了 木枣子被压扁的情况很常见 但是呢 这个也不用太担心 它还不至于产生结构 或者外墙的那个问题 第二点就是外墙的密封性不好 一般木结构的房子呢 在加拿大这边 在起结构之前 要先安装Seal Gasket 然后再加这个塑料布 Viple Barrier或者拿Type 接着再安装Bottom Plate 从上面来起结构 而美国这边呢 一般上是先在基础墙上 安装Seal Gasket 然后再安装防腐木的Bottom Plate 这个Seal Gasket呢 就是一角薄薄的泡沫角 它是用来填充木头和混凝土之间的缝隙的 作为一种简单有效持久的空气渗透解决方案 这种密封可以有效防止漏气 湿气 还有昆虫的侵入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木杀塞进去以后 基本上就把这个Seal Gasket的作用给破坏掉了 木头和混凝土之间就会有空隙 会产生漏气 湿气 昆虫呢 也很容易进去 如果这个水平调完了以后 木塞子塞完了 你如果不添加这个空隙水泥 那么呢 你可以在这个Bottom Plate和混凝土之间的空气呢 用这个发泡胶把它给填实 或者呢 贴这个Seal Tape 也可以有效起到这个防止漏气和防止这个昆虫侵入的这个作用 但是 这些做法在我看来都不是最好的 因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就不对 上述的方法都是用木工的方法来解决混凝土的问题 有人会说了 你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混凝土不好解决 是的 混凝土是不好解决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水泥来解决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们需要一层水泥 一 它的粘性特别好 能够和老的混凝土粘在一起还不脱离 第二点呢 需要它的强度比较高 不至于薄薄一层 你安装完这个木头一挤螺丝 它就碎掉 第三点呢 它需要干的比较快 你不能像普通的这个混凝土一样 你要等个两三天 硬度上去了 你才能干活 第四点呢 它的质地一定要细腻 不能有块状或者大颗的这个湿水 你这样呢 如果有的话 你很难把它做得很薄 第五点呢 就是最好它不收缩 因为普通的水泥 它干了以后 会缩水 体积会变小 针对上面这个需求 我给大家介绍一种超级水泥 这个水泥可能颠覆你对水泥的这个认知 用这个方法解决这个基础墙不平的这个问题 是豆瓣想到的 在跟混凝土厂家C卡确认了以后 他们也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很适合解决类似的问题 用这个方法不但适合混凝土基础墙的枣瓶 也适合这个七块的枣瓶 以及呢 其他基础墙的枣瓶 这个水泥啊 它的名字叫Sermon-out 意思是 所有的水泥活都能干 我呢 叫它为水泥之王 它的特点有什么呢 一块干 15分钟就凝固 一个小时 它的强度就可以达到3000PSI 最多呢 可以做到4寸的这个厚度 只要你这个尖气在4寸之内都可以用它 第二点呢 它的强度很高 这个水泥的强度是9000PSI 正常呢 一般混凝土是25M卡 混凝土的强度呢 都不到4000PSI 这个相当于普通水泥强度的两倍多 第三点是它的粘性特别好 我曾经见厂家做过一个实验啊 他把这个混凝土 七块用这个水泥 水瓶粘在这个墙上 一个小时以后 这个七块就固定死了 而且呢 还有一些艺术家用这种水泥呢 做模型 提前在模具上喷这个WD40 防止它的粘连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开模了 因为它的粘性特别好 如果不喷上这个WD40 或者不喷油 像玻璃啊 铁棍 塑料 木头 都能沾得很牢 第四点呢 就是它的材料很细腻 没有任何的那个石头颗粒在 自带这个自流瓶 干了以后呢 还不缩水 这基本上就是干这个活 最理想的产品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我们实验的这个方法 首先呢 我们用激光测出 混凝土外墙 这个高低差 我们就发现 车铺的一侧 它这个外墙呢 左右高低差 八分之五寸 在基础墙 这个外墙上呢 我们先打上木方 确定好点 然后再拉上这个水平线 接着呢 用拍物的或者OSD板 切成细条 用水泥钉子 把这个板子呢 固定在基础墙上 板子的上口 跟水平线拉起 钉着按W形 来进行这个钉 因为这个产品 它的流动性很强 因此呢 需要用胶带 把板子和基础墙 之间的一个缝隙呢 给贴上 确保整个模板 做好以后 没有漏洞的间隙 接下来 按照说明 搅拌水泥 搅拌完了以后 给倒进去 再用刮板把这个上口呢 给刮盘 倒好以后 只需要呢 做好一个小时以内的保湿 及时的给这个水泥呢 喷水 补充水分 防止开裂就可以了 这种做好 它的操作比较简单 安全牢固 省时省力 而且呢 耐用不出问题 咱们看一下 拆完磨完以后的这个效果 虽然这个很薄 但是呢 它的硬度特别硬 而且的话 它的粘接能力特别强 根本就弄不掉 哪怕是把这个木头砸上去以后 底下也没有什么破坏 虽然是薄薄的一层 但是强度够 粘接能力也够 而且呢 表面特别平整 我一般测试这个水泥表面的强度呢 都喜欢用一个钥匙来刮 我们来看一下 看它的硬度 然后我们再比较一下普通的水泥 这是普通的水泥 我们来刮一下 这是普通的水泥 看到没 一刮都掉灰 看到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倒过去 才两天的 三天的水泥 表面什么都挂着 很硬 硬都特别硬 它们这个表面超级的平等 没有任何的收缩 绵性也很高 这个混准土价格也不贵 一大包 二十几刀 这种方法可以大大的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呢 也可以有效的提高房屋的建筑质量 让您的项目呢 做到精益求精 顺便再说一下啊 这个活不是木工的活 但是呢 这些织模的工作 更适合木工来做 具体怎么来操作 就要看项目负责人怎么来协调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别忘了给豆壳留言支持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